Hello,大家好,我是Walker,歡迎來到WalkerLong 好久沒見了,各位有沒有掛著這裡呢? 玩了這麼多年玩具,我相信會令到大家有衝動 一出就要立刻買,立刻訂的產品 相對來說一定會越來越少 因為大家都玩過程義傑,家裡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多了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些例外 小弟來說,其實0083這個Walker運系列 這一隻是我引頸以待的 為什麼呢?一方面就是對0083的程義傑 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基設 大家都知道,他是河心政治負責基設的一套高達 另外,在創作小隊裡面 也有兩位現在已經是頂級大師的人馬 包括名貴美加和卡托奇 究竟這隻Gabrata Tetra是哪一個人經手的呢? 其實我是找不到資料的 不過看風格設計圖的不足 就像是河心政治自己的風格 但我就不太肯定了 至於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個基設呢? 我現在就慢慢跟大家解釋一下吧 欣賞一下內容先啦 除了機客人本身之外呢? 有他的招牌的巨大推進器 推進器用的兩條原料槽 一把大槍 兩把雷射劍和他們的收藏器 但其實是做樣子的 就不能夠說真的收在腰間的 兩隻士啤角 一隻當然就是他頭頂的士啤角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推進器沒梢的士啤角 除了他的拳頭這個握劍的正常拳頭之外呢 另外還有四對手 兩對是不同程度的張開手 一對是握槍手 另外一對都是握劍的 不過就有點斜度 三個推進器的效果件 還有不同形態的雷射劍的效果件 我對這一批雷射劍的效果件都挺讚嘆的 你看看就這樣擺到 你會以為他好像在著光一樣 其實呢 就只是普通的塑膠來的 但是呢 就算你在室內的情況 你都會覺得他好像夜光 或者甚至是著燈一樣 他的角呢 本身是很粗一下 和很方的 我抵不到頸 就用指甲挫 慢慢慢慢的 把它挫幼一點 整體我就覺得順硬一點 我對這次的Pirotetra的造型 是非常之滿意的 我一直都覺得 它靚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 它這個area 上身這裡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來的 即是它的胸 肩頭的兩個巨型噴射器 以及中間這個類似散熱器的部件 你好像看不出中間的分野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設計 是很難做出來的 尤其是在平面 即是當初用平面設計圖的時候畫呢 怎麼想得出這個分界呢 那個設計者呢 他對那個3D的洞察力是很高的 那麼多年來呢 無論是Bandai 又或者一些 副廠呢 都有出過一些 產品 又或者是 GK模型 但是呢 他們經常會把這些位置 做到特別長 又或者 HIGH GRADE的模型呢 會做到這個噴嘴這裡 起了一個方角 整爛了它的整體的完整性 完全是違背了本身這個設計的意思 那麼 終於呢 今次ROBOUN的團隊呢 就做對了了 絕對是我當初的電話 這麼欣賞這個基設的原因呢 它就完完整整地做出來 所有的弧度呢 混然天成地 組合一個 形狀出來的 那麼每一個基設 其實它本身 都有一個特別的靈魂 令到你離遠看 你一睬眼 就會對那個基設 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而Kabara Tetra 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一點 可動性方面呢 首先我們由頭講起 那麼這次呢 它就在後尾枕這個 盔甲那裡 就做了一個 關節 令到頭的可動性 大了 嚴格來說 是有點婆娅的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本身是沒有這個 這個分隔的 但是呢 都算是用心良苦 如果它不是這樣做的話 根本上是沒有可能 惡格高頭 又或者當惡格高頭的時候 就要做一條頸很長 好像Master Grey的 京寶帆那樣 所以這次它加了這個 關節呢 我覺得就無雙大雅 亦都是情有可原的 其次呢 就是向左轉向右轉 有角度都會因著這個 本身的設定 而有所限制 很難說 同時惡格頭 大家可以應付這個臂 changed 地前往右 相當是有限 但是 左右轉 executed 都ok 它的érêt 可以是做到 проц 眼睛 反光效果 亦是比人 滿意的 就是以往 如果想轉眼的話 Republicans 給我把頭蓋 後面有一個 這樣就方便 emergency 轉動獨眼 肩膀方面,當然這幾個關節都可以移動 可以向前和上下 噴射器也是可以調校的 都是一個波載來的 雖然是這樣,但其實這個設計本身是有點不合情理 所以就算做玩具,盡了最大的努力 這個肩膀的設計始終會阻礙手向上的調校 有些50肩的,沒辦法 就算你鬆到最開 手都不能夠完全舉上 最多是這樣的 去到最高就這麼高 這個也是不戰之罪 因為設計本身是靈至行鮮 上臂的水平轉 到手肘,可以做一個對摺 這個筍膀是插在手肘上的 好處就是多了一個這樣 幅度的動動 放在姿勢上來,就增加了一些趣味 但不好處就是你沒有了前臂的水平轉 所以如果我的手肘要提起拿劍的時候 就一定是以這個角度提升 就不能夠像大部分的Rubo魂那樣 就算放在這個角度的時候 手臂也可以向前提 那麽問題就是 當它插劍的時候 就一定要在這個方向插 我當初也有懷疑會不會頂住 但其實因為它這次的劍柄設計 就頗短的 所以都沒有大礙 身體方面,這次的可動性 亦都可以說是比以往訊息 只能夠旋轉 和向下抄 但是就沒有了大部分Rubo魂 都會有的左側和右側 那這個我個人來講 就真的想不到會沒有了 因為我好像玩過這麼多隻都有 這個是可以說 這次在可動性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最大的let down 在大腿的可動性方面 因為它的大腿本身的基設 這裏是有塊東西凸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就這樣把它抄開 所以它就會這樣撐起來 也挺破損的 幸好當然Rubo魂這個系列 永遠都有一個可以移動的線軸 將它比較近 好像這樣 將它拉下來 就算拉大腿 也不會將大腿外邊的裝甲插起 那就不會這麼破損了 膝蓋方面 這次亦都是比以往訊息 大腿和膝蓋其實是沒有可動的 不是一個雙關節 只能夠屈到這麼多 那它的小腿後面 也有一個活門 可以讓它的幅度摺到最大 但是只有這麼多 但其實你說相關節 會不會又更漂亮呢 我有時候覺得又不會 因為相關節通常屈了 那個關節就很大 變成你的腳是對摺到的 但其實就不美觀 所以摺到這個幅度 我覺得擺姿勢其實都夠了 我自己不太介意 腳掌的拉出 就是向前拉出的一個波栽 穿地方便 你拉到最盡 都可以去到差不多 我個人來說 我都會接受的 腳趾 當然都可以向前屈 大概按多度 背脊的兩支旗 是一個波栽 來的 可動的幅度就不算很大 向前屈就可以 但是你想向上提 就不是很大幅度 但是都足夠了 當然那個背脊最大的推進器 是一個波栽 都有少少的可動性 接著就組裝那個巨型的推進器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內藏了一個 都構造幾複雜的構件 就用來構造幾個重要位置 只要用力這樣按下去 就會插穩 就不容易脫落 而且這次你也留意到 剛剛我開動的時候 那些關節很大聲 其實這隻東西的全新的關節 腳、腳掌、腰部 各樣東西的關節 在鬆緊度都非常適中 就算插了一個這麼巨型的推進器 它也是站得很穩 完全不會向後傾 要插也是很簡單 插進去就容易 而插了之後又穩固 拔出來也很容易 這次這個組合件 是真的做得很好 這個劍柄都附隨著一個 可以收藏在腰間的收納器 讓你重現一個鏡頭 就是如果你想做到 好像在大腿外側 拔出劍柄出來的動作 你可以做 但不是真的可以整支放進去的 專用雷蛇槍 我覺得造型非常有型 有一個突出的冷床裝置 另外它後面這裡 也有一個拉出的機關 會令槍更加長 更加有型 這裡可以動 就給你調校 開槍的角度 需要的時候可以下水 方便你擺姿勢 它跟著的噴射氣效果 只有三個 這樣就比較少 但你有玩開 Robo1 你家裡都應該 有不少這些噴射氣效果 加上去 整件事就有氣勢很多了 這次是我第一次用這隻官方出品的 Real Touch Marker 來做一些滲線或者陰影的效果 它一邊就是細頭 另外一邊就是比較大的大頭 我覺得這邊好像適合用 用法就很簡單 在你需要的地方 塗上你要的深鮮或者陰影的效果 趁它還未乾的時候 用棉花棒 把多餘的顏料抹走 這樣就可以有一種層次感出來了 它也有官方的薄膜筆 你可以用來清洗 或者問一下模型店 建議你買哪些一瓶的薄膜 就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支筆都是十多元 我買了18元左右 在模型店就可以買了 那就沒有怪味 不會被太太投訴 用起來也很方便 效果我覺得也挺滿意 不錯的 Tabra Tetra的駕駛員 司馬卡那號 在高達的世界中 是一個非常有性格而立體的存在 當然我們小時候看那套動畫的時候 就覺得他是一個蛇蠍大嬸 或是話雖然叫他大嬸 其實在這個設定裏面 他是35歲而已 即是說如果現在阿叔 我可以去構建35歲的 都會被人說是搞小孩 先不算我有老婆 這就是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間的分別 他也是一個海盜 一個逃兵 也是一個出賣有軍的二五女 切頭切尾的一個大奸國 但是在很多後作裏面 包括有廣播劇 有遊戲 最近年的一個漫畫的長篇作品 都有補养到他的背景 原來就說他當初 是因為受到命令 去將一些類似催淚氣體的東西 去注入一個居住的人族衛星裡面 去驅趕民眾 但其實他不知道原來自己 注入民居裡面 是一些致命的神經毒氣 這件事首先 已經令到他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再者他家鄉的另一個殖民衛星 亦都被智戶精用了 用來做這個大炮 而他的家人亦都完全失散了 沒有辦法再聯絡上了 再在都令到他對智戶軍深淡 再加上戰爭完結之後 諾命令的上司 就將這件事 完全乖聚於司馬身上 令到他和他的下屬 就不離開了 他們就流浪在羽閘裡面 變成一群海盜 因為這些種種的原因 令到很多高達的粉絲 都覺得司馬是一個值得同情 一個亦正亦邪 但是非常立體的人物 我們都體諒他的處境 明白他的由來 到最後他雖然殺死了 信任他的友軍 但是也好像是正確的事情 不過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好像我這樣 經過了這幾年 有時會拿回以前看過的 動漫作品 電影小說 看看會不會有些新的體會 就好像司馬那樣 雖然當年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將一些神經毒氣駐入民居 但如果我退一步這樣想 假設當時他駐入民居 只是一些無害的催淚氣體也好 迷魂氣體也好 是不是真的這樣就OK 下命令給他做這件事的人 是否真的有權 他叫你將一些有害也好 不致命也好的化學武器 注入民居裡面 我再退一萬步這樣想 假設司馬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只不過是他效忠那個政權 用神經毒氣去襲擊市民 只不過是他效忠那個政權 將一個無人的殖民衛星 扔上地球 他穿的制服和你的制服是一樣的 你真的沒有責任 你真的沒有罪 我們的世界是否真的沒有正邪子有立場 我有時候會問自己這些問題 而我的答案呢 只是屬於我自己 你的答案呢 也只是屬於你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